脏便最早起源于非洲 这样的发型可以防止虫子在头上生长 还非常好打理 比散着头发要凉快许多 看着很酷 现在也非常的流行 只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清洗 有人就好奇脏便到底有多脏 为了解开人们的疑惑 乖一位黑人小伙就准备直播洗头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这脏便果然名不虚传 像个拖把式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把家里的拖把套套上了 先是在池子里放满水 准备了许多清洗材料 先是把柠檬切开 挤进去一些汁液 紧接着倒进去一些像是洗衣粉的东西 这洗个头还真的是不容易 充分的用勺子搅拌均匀 一头就扎进了水池中 还没洗多久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池子里的水就变得非常浑浊 实在是太脏了 估计一年都没洗头了 画面的冲击感太强 然后换了一次水继续清洗 还换了个姿势 尽管说第二次清洗 但依旧非常脏 有网友表示 这确定不是画粪池吗 自己两天不洗头都难受 这种头发还是接受不了的 你有兴趣